楚楚 你饿不饿 是有一点饿 早晨光顾着喂鸡 忘记我喂自己了 王爷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我以为肯定要露馅了呢 你们还真去验尸啊 啊 景大人不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那样帮我啊 从来不搭理这些红白喜事的安郡王 带了个武座去吊咽 这不明摆着呢吗 黄鼠狼给击败你 黄鼠狼 我就是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楚楚 刚才匆匆一验 可看出些什么 是有一点 等一下 这都已经到午饭的时辰了 楚楚 你饿不饿 是有一点饿 早晨光顾着喂鸡 忘记我喂自己了 王爷 看在我和楚楚 如此舍命赔君子的份上 你不应该好好请我们吃一顿吗 不用不用 我身体很好 饿个味不要紧的 这怎么可以 人在挨饿的时候脑子不灵光的 容易忘事 思考问题还容易出错 你是武座 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好 边吃边说吧 想吃什么 安郡王 景少君 姑娘 三万请慢用 要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小人 小人告退 怎么 这些菜不合你胃口 不是 就是觉得这个掌柜长得 没什么 今日你辛苦了 吃吧 王爷 你也喜欢吃浅州菜吗 从没有吃过 我兄长是住房西南的武将 从前听他说起过这几道浅州菜 浅州距离长安有千里之遥 你起码走了一个多月 很久没有吃过家乡菜了吧 你是为我点的 听你二人吃饭 自然是为你二人点菜 来 可是 王爷 我还没能验出死因呢 不要紧 先垫点肚子吧 来 碗给我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他浅州籍的身份应该不假 楚楚 这浅州菜做得可地道 地道 特别地道